爸爸去哪儿6家编名单曝光,看完之后,网友,真的是被吓到了。 爸爸去哪儿第5季这档综艺节目自播出时就大获成功,而这档综艺节目也的却是带来了一轮晒娃的新趋势,爸爸去哪儿第5季目前已经收官,不少爸爸去哪儿第5季的忠实粉丝都表达了内心的不舍,还有一些网友直接在微博上说,希望爸爸去哪儿第6季早日播出。 而最近网络上曝光了一组爸爸去哪儿第6季的嘉宾名单,从这些嘉宾名单中就可以看出,爸爸去哪儿第6季想必会延续爸爸去哪儿第5季时的高收视率。 因为在此名单上有这4队人气非常高的萌娃和爸爸组合。 第一队就是周杰伦和他的女儿Far the Way。 周杰伦不仅是台湾地区的流行歌手,也是一个真正的天王级人物。 周杰伦和昆玲结婚之后,昆玲就为周杰伦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如今周杰伦的女儿也有一定岁数,所以网友们都觉得周杰伦如果带女儿上爸爸去哪儿第6季的话,肯定会受到大众的关注。 而且在爸爸去哪儿第5季中,周杰伦的好朋友刘更红就曾带住小伙伦上了节目,而小伙伦就是周杰伦的前女儿。 所以网友们都觉得,如果周杰伦带住自己的女儿上爸爸去哪儿第6季的话,势必会相当夺人眼球。 第二对父亲和萌娃的CP就是贾乃亮和贾芸芯。 贾乃亮的女儿贾芸芯自参加了爸爸回来了这档综艺节目之后,就一直非常受到大众的关注。 而且,甜心可爱又逗趣的表情包也非常受到网友们的欢迎,大部分网友都非常期待甜心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 如果甜心和贾乃亮上爸爸去哪儿的话,那实际也会引起一片好愣热潮。 第三对父亲和萌娃就是配人陈建州和自己的双胞胎儿子飞飞相详,陈建州在和范伟妻结婚之后,两人就相当的恩爱, 而且范伟妻还为陈建州生下了飞飞和翔翔这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儿,两人平时就经常在自己的微博和其他社交网站上晒娃。 所以大众对于飞飞翔翔这一对双胞胎儿并不陌生,如果黑人带住一对双胞胎儿上爸爸去哪儿的话,想必也会受到网友们的追捧。 最后一对就是邓超和自己的儿子等等,邓超在奔跑端兄弟这个综艺节目之中的综艺表现的却非常值得大众肯定。 平时的生活中,邓超也是一个非常逗趣的人,如果邓超和自己的儿子等等参与了爸爸去哪儿第二季的话,网友们估计会非常担心邓超坑等等吧。